提出想法到闪送上线 我们只用了七天时间 怎么做到的 在七天里头 用前边的那个系统积累 我只是把下单页面做好了 也就是说用户在那个PC上下单 当时还是在PC端 对 PC端 对 PC端下单 因为当初我们提出一个想法 其实是很大胆的 我们有几个价值要去验证的 比如说我们当时的起步价是39块钱 那很贵啊 对 然后每家5公里加10块钱 客单价平均下来大概在50左右 其实我们在想 就是用户会不会掏腰帮 就花钱去用这么贵的快递服务 很幸运的是 我们第一天就有单 然后之后的订单增长周环比 在20%持续了18个月 然后我们第一版的 除了下单页面 后台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手工完成的 当时就安排 我们现在那个运用总监 在那个我们办公室 那个电话旁守着 然后看到单之后 然后特别兴奋 哎呀 终于有单了 我们要打开百度地图 然后把用户的地址和他目的地 来量一下 大概值钱距离是多少 然后我们给测算一下价格 然后给用户打电话回去说 您这次这个快递配送 大概要多少钱多少钱 然后我们说 OK 我接受 因为他很着急嘛 然后我们在手动地 把这些那个订单的信息 短信发给我们所有的服务人员 当时从北京起步嘛 大概有四五十个那个山松员 谁进谁打电话 然后可能第一个电话进来了 他说我在哪儿 在哪儿 然后另外一个说 可能我要近一点 我就说一梁 距离很近 差不多了 然后OK 你马上去用户那儿取件 然后马上再给用户打电话 说我们山松员已经上门了 请你准备好物品 这时候我们连状态都没有追踪 然后那个物品送完之后 山松员再给我们打电话 说我已经完成了 我们在这系统状态里头 把这个订单标记成完成的过程 就非常的 纯手工 纯手工 很简单 我们就是为了验证这个模型 这个假设是否成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